请赵伟员天灵直询 寻答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麻烦院长 请猫院长 赵伟员好 院长好 今天有三个问题请教您 第一个就是在劳退救治 足额提拨的部分 现在因为修法已经通过了 却在县市政府的部分产生了问题 要给您请教 第一个当然就是修法前的部分 没有限定退休的对象 然后修法之后 修法之后 它等于是把53条跟54条 第一项第一款退休条件的劳工 都规范进去 所以所有的劳工都规范进去了 那我们再看一下一页 那也就是说符合53条跟54条条件的劳工 不管要不要退休 公私营单位都必须要足额编列 救治退休金 包括政府在内 好 那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一个劳工 没领到退休金的问题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那这个东西它不只是发生在高同市 虽然我们是高同市级的立法委员 当然是以高同市为例 但是每一个地方政府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地方政府在高同市来讲 明年要退休的部分呢 符合的有3969人 将近4000人 但是真正登记要退休的只有303人 所以照过去的做法呢 它只要初估准备金3亿4000万元就可以了 所以政府就编列了3亿6000万元来去做支印 可是如果照劳基法56条的话 它就要编列38亿 差了10倍之多 那可见以现在的地方政府来讲的话 恐怕它的财政状况 就会编不出来这个钱 就算编出来了 可能就会导致非常大的财政排挤的状况 我们再看下一页 而我们根据啊 这个今年10月29号 劳动部的新闻稿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立法的要旨 其实针对的就是事业单位 然后呢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个当时的立法理由 也是为了避免事业单位歇业的时候 所造成的这个问题 这我们是支持的 这个精神是支持的 那我们再看下一页 而事实上工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 政府是永续经营的公共行政事业部门 它对于员工的退休金 本来就负有最终的保证 是最有保障的一个雇主了 再看下一页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考量到公司部门的差异 就会造成我刚才提到的 预算排挤 社福公共预算的支出都会被排挤掉 只为了可能像明年三十百多个人 那现在可能要3900个人 有退休资格 可是事实上 3000多个人里面 只有303个小孩退休 可是市政府它却必须依法编列 38亿的钱 那所多出来的三十几亿 事实上就是编不出来 要不然就是立即要在其他的预算上 被排挤掉 所以来这边可不可以请教院长跟部长 有没有可能立刻跟各县市政府 倒也不只是高雄市 来去召开沟通会议 来寻求怎么样去排除公部门的这样的一个事法性的问题 然后来去提供解决指导 部长说明 这个先跟委员报告 第一个 这个法律是一视同仁 不管公部门或市部门 当初也是立法院通过的 所以我们现在执行 这是一致的来做要求 那当然现在我们对各地方政府的调查 大概人数比较多的县市 就会有刚刚委员所讲的问题 大部分的县市 大概预计退休人数在一两百人 大概都没有问题 但是像高雄市、新北市这些大的县市 大概都一两千人就会有这个问题 那这部分我想我们会再跟这些县市政府 大家再沟通看看 在行政上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 缓冲的措施我们来做处理 行政上的措施如果能做是最立竿见影 如果真的不能做必须要启动修法的话 当然我不知道现在来不来得及 但是这可能也是必须思考的方向 好请立刻沟通 要不然我们比较难想象 这个财政排挤会有多大的冲击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日前有召开一个记者会 针对高铁劳工过劳的这个问题 那高铁劳工过劳的问题呢 根据劳基法的工时规定 这个我想部长很清楚 我就不重新再说 我直接先让你们看一下那个颁表 包括高铁的站务人员 驾驶员、扶勤员、列车长 这个是网上页密密麻麻的颁表 那这颁表里面呢 被圈起来的都是工时超过两百小时的 那两百小时里面当然也就包括驾驶了 那所以呢高铁工会有跟我们澄清说 这样的状态下 说实在的 这个大家都在身心疲惫的情况下 其实对于安全 交通的安全 驾驶的安全 其实是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我们看下一页 光是今年九次的老检记录 分别来自于台北、台中、高雄等地 那就有发生了 没有给加班费 没有给他充足的休息时间 那强制要求工作、加班 等等的这些问题 那这些问题呢 在我们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高铁的人事副总 我们先看下一页 这十大违规记录 这个都是有班班可考的老检记录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然后呢 我们有召开记者会的时候呢 这个徐一中副总啊 他说啊 他一定要照老技法发加班费 过去没有发的加班费 他们来研究怎么样去补足 然后呢 他们也认为说要赶快来补足人力 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这本来是不错 可是当天的傍晚 他们又发了一个新闻稿 说啊 这个东西基本上呢 他们呢 都这个 没有啊 超过两百小时 强迫加班 严重过劳 都不是事实 就开始改口供了 然后呢 他们又说啊 这个东西 这个 他们招募的心血进来以后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他们也认为 他们基本上也没有所谓 没给加班费 那我在这边要请教院长跟部长 自己在现场都承认 我们又举证 各县市政府的老检记录 甚至那天来劳动部的代表 也认为说 如果有这样恶性的做法 我们还是要 可能是要再加强的这个 积检 然后确保劳工 以及我们交通乘客的安全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天徐玉中副总甚至说 增加了这些人力 还要半年 因为他训练半年之后 才有办法上工 可是他现在新闻稿告诉我们说 他其实已经补足人力 我认为这都只是 避重救星的方法 那院长以前也当过 这个交通部的部长 你特别了解 这个东西的严重性 所以我要再次的强调 基本上 颁表证明了 超过200小时 颁颁可考 这一些的加班 都是在高铁的劳工 不愿意的情况之下 强迫加班的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确确实实没有提供加班费 也是在老检的记录当中 被写下来的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再用 总之群的高度请教 是因为高铁 他在事后的新闻稿 跟记者会里面 全盘否认这件事情 我认为这样的遏制程度 就比较大 如果他在记者会上面 表达他愿意诚恳的去改进 并接受交通部跟劳动部的 督导跟监督 那我认为 情有可原 所以我下面要请教院长跟部长 有没有可能真正的 把每一个 包括你我在内 现在它是成为最重要的交通运速 大众运速系统了 这是很严重的安全问题 所以能不能针对高铁的 对于这样的一个 劳工权益的剥削的问题 高度的重视 这跟委员报告 高铁一直都被我们列为 一个重点的一个 劳动检查的对象 我们平均两个月去检查一次 到现在已经做了 三十几次的检查了 那么确实有委员刚刚所说的 他有这个时间过长 没有给加班费 还有就是工作期间 没有给他三十分钟休息 这过去我们劳检 都曾经处罚过 所以这一次委员 所收集的这些资料 我们事实上也已经都 拿到相关的资料了 我们一方面透过正式公文 请高铁要提出 它的整个检查报告 二方面我们已经派劳检人员 最近安排就要再去 针对这边的个案 每一项每一项 再去做现场的核实了解 我们希望能够督导 它逐渐逐渐的充实能力来改善 好 因为我们要提醒 明年1月1号开始 就是40公尺上路 所以这个问题会更严峻 而它补足的人力的部分 所谓的人力补充 我要提醒的是说 我们要增加了两个新的站体 其实它本来就要增加人力 所以我务必要督导说 它这样的人力增加 到底是不是只是 补充了两站增加的 而根本没有办法解决根本问题 那会在总值询问也希望院长 可不可以承诺说 因为不只是劳动部 其实这一点 包括地方政府也要负责任 这么多年来的劳检 都只是规劝 只开了一次 十万块的罚单而已 当然对高铁来讲 不痛不痒 对不对 开了有五十几万了 就是好几个不同的县市 因为它 好 也就 不过也就五十几万吧 所以 那我想请教一下院长 可不可以您高度重视这个事情 甚至责成交通部 因为它是他们的事业目的主管机关 让他们要知道说 这件事情我们会高度的关注 会持续的关注 请他们不要回避这样子 他们应该负齐的责任 是我想我会要求 这个交通部劳动部 相关的部会 就是说这个第一个了解 了解事实的真相 然后依法来办理 依法来要求 也要高铁公司就是说 这个要遵守 这个只是遵守劳机法的规定 还没有说好像我们 劳资协议给他更好的 劳动条件 都没到这个层次 请他要说法就好 那我先请部长请回 因为下个问题就是 跟医疗比较有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要请教的就是说 其实跟刚才田修经文 一直关心的整个 医疗的劳动条件也有关系 但是我关注的其实是 医生的过劳问题 其实他讲的也差不多 是这个意思 很多的民医人医 让我们大家很敬重的医事人员 其实不断的在过劳当中 猝死过世 这点实在让我们感到很痛心 跟舍不得 那最新的就是在 今年的11月8号 那被视为是在 致力于听障跟口述 能力早期疗愈的这个专家 我们的这个马街医院 淡水分院 耳鼻喉科组织医师 杨正谦先生 他呢就是因为 都多次不断的在过劳工作 那过劳工作之后呢 他在他过世当天上午 还在主持研讨会 但是他的同事就发现 他已经实在是 完全觉得身心状态不太OK 请他回去休息 那就在家中就过世了 那这种情况之下 不是少数 我们再看下一页 这可能没有办法一一把它念完 就是说很多的医生 甚至护理师也是一样 就不断的在这样的一个 过劳工作中来 这个失去生命 失去健康 那我们看下一页 要解决问题的话 当然大家都不断的呼吁 应该要入法 譬如说在劳基法里面被纳入 或在医疗法里面去做处理 但是问题是我们多次 跟政府这边的沟通 目前得到的结果就是 很怕说医生人力不够啦 很怕说因此影响到 病患就医的权益 以此为理由 所以说要一直到八年后 要到2023年才有这样的可能性 那所以呢 可是我没有看到说 现在的评鉴标准里面 103年医院评鉴标准 住院医师每周正常执勤时间 连同延长执勤时间 不可以超过88小时 这是医院评鉴 所以我都不知道 这个评鉴是怎么通过的 可是医改会的统计资料 台湾住院医师 平均每周公时高达 110到120小时 连续工作超过30小时的比比皆是 那根据美国毕业后 医学教育培训项目认证委员会 他们甚至认为 正常的公时 真正能够让这个医视人员 有高效率去治疗病患的公时 应该是80公时 80小时 那我们当然远远不足 那院长你曾经 你的态度当然我们很尊重 你甚至说我们要准备50亿 提高医护的待遇 但健保署他就立刻反映了 他说这个是在健保总额的中医院的部分 好像还没有一个专款 是处理到所谓的医师给付方案 但退一万步来讲 就算是好了 就算这50亿都是要给医护增加待遇 可是我真的跟您报告 他们要的不是钱 他们要的是足够的休息 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可以请教一下就是 这个院长或者是部长 就是说 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可能我们把那个纳入劳基法 或在医疗法专章处理的期程把它缩短 是我想跟委员先报告了 我刚刚提到就是说用50亿事实上不限中医 是针对所有的医护人员 那么这个这一部分 事实上我当时切入这个问题的想法 就是说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健保 各种各样的问题 医师这一块事实上很少人帮他讲话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应该站出来帮他讲话 而这一批人呢 我觉得我第一个要做到的 就是希望能够在待遇上面做一些调整 让他们流失 就是不要太快 能够继续留在健保系统里面 所以我想这是我当时有这个想法的主要的出发点 原来我甚至希望说 能够在健保准备金多出来这一部分 我剥个一两百亿出来 我直接针对医师来改善他们的待遇 希望能够留住他们 然后后来发现那一部分 这个医保会他们已经做了分配了 所以我只能针对 没有不需要协商的部分 我拿出50亿来 我想我先做这样的背景说明 其他是不是请蒋部长来补充 那个跟委员报告 我们卫福部跟委员一样 当然非常关心我们医生的过劳问题 那这个事情必须要有点渐进 所以我们目前初步是八八公时 然后后会七八六八 住院医师的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 那我们已经规定住院医师 在两班之间一定要休息超过十个小时 这是规定 而且我们把那个住院医师的这个公时 都纳入贫鉴 那如果说他没有通过的话 他会上市他例如医学中心的这个资格 这些事情我们其实都在做 那我们也想办法增加医师的人力 那委员也了解 我们大概开始要有工费 可以每年多一百个这个医生 那当然他主要是放在偏向跟特殊的这个五大 所谓五大接控的科目里面 不过医师能力增加 那医师的过劳问题 相对应该可以获得一些数法 对 就是说一方面刚才院长讲的这五十亿 希望落实啊 因为至少说在公时没有办法一处可及改善前 至少让待遇 医师不要流失 对 他就不会 他有个诱因让他的流失减缓 甚至改善 那当然根本解解知道还是在于 公时 医师能力的补足 这是刚才部长所提到的部分 那也要渐进来做 对 那要渐进做 只是我刚才提到说 这个原本的期程拉得比较长 那这样的拉得比较长的话 如果是在八年后十年后 那恐怕 我们会认为 这就是一个长期 恐怕是一个空头的支票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希望的是说 缩短那样的期程 加快那样的人力补足 然后让 就是说 最根本知道 纳入劳基法 这会是我们的期待 谢谢 我努力 谢谢 王委员近视之咨询 以书面提出 请行政院书面答复 并列入记录 刊登公报 请何委员心存咨询 寻找时间15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请毛院长 请毛院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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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